聽得到嗎? 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志浩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案的是一個叫臨時檔案局的專案 那... Hello, Good morning everyone 志浩, I want to propose to you Zero Archive today 大家都知道研究需要資料 不過按照GinV的精神,這些資料最好是開源的 那只要資料是開源的話,我們就會很有力量 Zero Archive是一個這樣的專案,就是我們現在有三個工程師 我們正在把網路上很多不同的資料 新聞網站、內容農場 把它從他們的源頭收集下來 然後存進我們自己的資料庫 然後我們會把這些資料Paris出來之後 開放用公開的資料集 或是搜尋功能開放出來給大家 我們同時也設計了一套... 目的投影片 什麼? 現在開的是SAMI的投影片 真的嗎? 現在好了 好,OK 沒關係 好,剛剛講到哪裡 總之我們現在正在爬一堆的內容農場和新聞網站還有其他的資源 我們已經把它放到我們自己的資料庫 然後同時我們在上上周也開出了第一套我們的開放資料集 那為什麼我要爬這麼多資料呢? 是因為我們想要做像這樣子的資料分析 因為大家都知道內容農場的內容有很多是有爭議性或是不實的內容 那我們想要知道這些內容到底都在寫什麼 所以只要有資料而且有開源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做出類似這樣的內容的分析 譬如說這是一個叫怒吼的內容農場網站 那我們只要爬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嗯,它最大的資訊來源其實是中國時報 那這到底代表什麼? 其實我們就可以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那有的資料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其他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同一篇報導 到底是怎麼樣流傳到內容農場網站的 像這一篇有關於韓國魚的報導 一開始其實出現在台灣的淨傳媒上面 那淨傳媒是一個新聞網站 不過後來又被Yahoo奇魔新聞網這個Aggregator拿過去看 然後最後跑到怒吼上面 或者是像這一篇 另外這一篇是從台灣行報 然後流到聯合報 然後流到怒吼 所以這樣子的這個資料的連結 也可以透過開源的資料集來進行分析 那Zero Archive臨時檔案局從12月run到現在 嗯,Zero Archive從12月run到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 現在的資料集裡面有七十八萬篇 類似像這樣子的內容已經開放在Kithub上面了 那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其實是跟武漢肺炎有關係 那我昨天晚上凌晨的時候隨便搜尋了一下 就有大概四萬八千篇文章裡面還有武漢這兩個字 還沒有去看武漢他在講什麼 說不定在講武漢觀光啊或是武漢的食物之類的 不過可以看出來一個趨勢就是 從1月開始有武漢的內容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今天想要找大家一起來玩這套資料 那大家可以先到Github上面的DisinfoRG這個organization裡面去找我們的開放資料集 那想要看我們的HackMD或是其他的資源的話 可以上Zero Archive.tw這個網站 然後會幫你連到HackMD 那如果想要討論的話 可以到GNV Slack的Disinfo這個頻道 我們會在裡面討論 OK 謝謝大家